蒙古国总理首次访问美国 他野心很大 可美国根本不抱希望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文talk 我是卢中成 相当长时间里 蒙古国一直都不甘心于他自己的处境 被夹在中俄之间成了国际小透明 尽管蒙古国这些年大搞第三邻国战略 却尴尬地迎来了中国国力高速复苏的大背景 而这一次中美博弈的白日话 让蒙古国总理带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刚跟我们中国签完了本地互换协议 转身就去访问美国谈稀图合作 据路透社的消息报道 目前蒙古国总理奥云俄尔登 已经顺利抵达美国展开访问 并且与美国的副总统哈里斯 讨论了两国在关键矿产上的开发合作 其实也就是稀土矿 此前就有媒体爆料 这次美蒙的稀土项目可能高达3500万吨 而韩联社方面的相关报道中还提到 其实在今年6月份 美国就已经开始跟蒙古国签署谅解备谤录了 甚至在6月27号还弄了一个美韩蒙三方协议 韩美蒙关键矿产三边协商机制 就煤炭 稀土 铜 雷 等关键矿产 进行开采合作 不过我个人感觉 美蒙凑到一起搞这些矿产合作 更像是要故意再恶心我们中国 而不是要实质性的有什么动作 最典型的一点 就是这次蒙古国总理去美国 一个实权人物他都没见着 拜登就不说了 商务的 财政的 国务卿之类的一把手 他是一个都没见着 唯一见到的是印度裔副总统哈里斯 怎么描述哈里斯在美国政府的地位呢 他有点像吉祥物 又有点像垃圾桶 拜登在选举的时候 哈里斯其实更多的是充当拜登的吸引选票的工具人 吉祥物 等拜登上台之后 拜登就在有意的将哈里斯边缘化 或者叫垃圾桶化 比如拜登安排哈里斯去管边境的非法移民 这个活非常不好干 完全就是冲着搞臭哈里斯去的 因为拜登在台上 给美国北方那些白左的许诺 是要搞多元化 要接纳那些活不下去的非法移民 但在执行上 又要求哈里斯限制移民数量 说穿了就是哈里斯 无论做出什么样的结果 都是两头不讨好 所以说他更像是一个垃圾桶 拜登把什么破事都丢给哈里斯 当然了外界对哈里斯的感官也是挺奇怪的 除了印度人很嗨 其他人都觉得这个哈里斯有点大脑神经问题 总是莫名其妙的哈哈 哈哈特别怪 我们说回到这一次蒙古国总理奥云 他到美国只见到了哈里斯 这很大概率上就意味着连美国自己都对这个美盟合作不抱太大期望 更多的是要恶劲一下中国影响中国这边的决策倾向罢了 因为只要中俄对美国不满 那不论美国人从蒙古国地下挖出多少东西 他都可能运不出去 中国和俄罗斯只要有意识的控制一下领空 那蒙古国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打又不能打 出又没有通道 说实话 一个纯粹的不能再纯粹的内入国还一天到晚与邻居的敌人眉来眼去 抱着想要从美国老好处的可笑幻想 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他们什么好了 难道过去蒙古国还属于我们中国的时候 他们也这个样子吗 好 各位网友 我们今天关于蒙古国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